第一步,先把这两颗螺丝,就是固定达玛机这个铝块的这两颗螺丝,给它拆掉 拆掉之后,把这两颗螺丝拆掉 拆掉之后是这样子的,这个铝块就不要了 下一步拆这个,背面的这两颗螺丝,给它拆掉 拆掉之后是这种状态,这边有个铁片千万不要弄掉了 然后这里刚刚拆掉的四颗螺丝,把里边的弹簧垫还有垫片取掉,只要这个 然后把刚刚拆下来的这个铝块,放到这里两颗螺丝拧紧 然后把达玛机机架这样子放上去,把这个铝块装上去,两颗螺丝拦 然后下一步,用M5的扳手,把这两颗螺丝,还有反过来这边的,这边的两颗螺丝给它松开 最后一步,把中间这个尾条往右边,然后把这个和这个,另外一头的四颗螺丝拧紧,这样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